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晋锦 我之前拍了一个电视剧叫《初晨是我故意忘记你》 我在这个戏里边饰演的是单一安 单一安这个角色跟以往的这种霸道总裁不一样 虽然他也是个总裁 但是他在这个戏里边很温情 然后在戏里边会无微不至的帮助自己的好朋友 同样是自己的弟弟妹妹 就是孙怡跟白净廷他们俩饰演的这两个角色 然后这戏里边他还有自己的亲妹妹 当然他跟他自己亲妹妹的感觉又是另外一层的感觉 拍这个戏的时候跟大家关系都特别好 我会在这个戏之外我去照顾每一个人 一我是觉得这样的话有助于帮助我把这个戏演好 其次可能我平时的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能会平时都会管我叫爸 因为他们觉得我照顾他们照顾的特别好 很特别的戏就是说那场吻戏吧 这场戏应该是在两三年前拍的了 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哇原来跟男孩接吻 胡子这么扎 我觉得拍戏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我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去感受不同人物他在这个世界里这个环境里的生活的一种状态 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做演员最重要的是先做好人 然后其次呢是你要把你的业务精通演好这个角色 等你熟练掌握了你的一些演戏的技巧 你才可以把你想要表现的人演得更真实更生活 让大家更喜欢 对演员这个职业我认为是 要演好戏做好人 因为演员这个角色是在聚光灯前的 你可以把社会上的好现象还有不好的现象一定会放大无数倍 所以一定要给这个社会带来正能量 我觉得提高演技的方式有很多种 首先生活中你去多观察生活 多去观察人物 感受外界对你的一些刺激 这就对你来讲是一种提高演技的方式 当然你还需要多看书 然后去理解书里边这个人物的生活 还有多看电影 看看别人是怎么演的 不见得是去模仿 但是别人可能会给你提供很多的灵感 我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比较容易听得进话的人 如果这个质疑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 那我一定会虚心接受 可能会想方设法的去提高自己 如果这个质疑可能就是无端的 那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理会 如果太多的精力放在上面的话 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困扰 我希望自己可以演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角色 然后演好这个角色给大家带来快乐 接受大家的认可 我平时喜欢游泳啊运动啊 所有的球类运动我都特别喜欢 然后看看书看看电影这样 大家平时看到的我是可能温柔 然后细腻并且很善良 除了这些呢我还是一个宝藏男孩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点值得你们去发觉哦 我最喜欢的演员是段一红段老师 之前跟他合作过 他对角色的理解 对人物的塑造 可能对于我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 但是是一种会潜移默化的一种过程 让我从中学习到很多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张无忌因为首先呢他武功高强 长得又帅 其次呢他到哪都是主角 我最大的优点是很认真 但是最大的缺点是 太过于认真就会较真 对我来说最浪漫的是 应该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吧 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我 我喜欢的女孩就是 首先当然喜欢我了 然后其次呢是我希望她有内涵 然后两个人可以沟通 可以聊天的这样 我觉得两个人沟通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喜欢的男孩呢 算了就这样吧 好谢谢谢谢大家 我觉得是身材最不满意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练的还不到位 还可以练的更好 我没有不喜欢的人 所以没有动物 如果硬要说一种动物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会是老鼠吧 因为我害怕老鼠 复杂紧张 开心 变态 过目不忘的能力 天冷了 然后我希望你们要穿好衣服 盖好被子 不要感冒 不要生病 有时间的话就关注关注我 关注关注我的作品 我爱你们 也希望你们继续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